我們回到球場 這次在上海的浩志保齡球館 舉行上海站的亞洲保齡球巡迴賽 見到兩位球員 雅文欣應該32歲 彭露菲是33歲 看上去其實挺容易認 現在在左邊 黑衣服的就是彭露菲 站起來動的就是雅文欣 香港球手也很熟悉她 曾經也很熱 香港球手最愛叫她英文名 如果她說Putty 大家都知道 一說雅文欣就未必知道她是誰 雅文欣也是一個譯名 完成了熱身 首先開球的就是雅文欣 華可未完 就打了一個當分評 雖然在保齡球真的不當這些是分評 我也當她是一個分評 其實雅文欣近這幾年 狀態就一般 她經常都會接近 但是就贏不到 可能都跟年紀有些關係 所以剛才提到她的戰績 大概是2005、2006年最好 2005年曾經上過她的亞洲排名第一 是的 結果只是打到九支 第一格拿九分 第一格 輪到彭露菲 兩位都是正手球員 印尼近幾年都不停請了很多外籍的教練 令他們的球員的水準高了很多 真的 九支 如果以剛才的狀態來看 其實這兩位球員哪個贏呢 都贏的機會都比 比較大 是的 意思是入對決賽再贏 是的 因為楊麗艷剛才的感覺是比較飄忽 是的 一支都不能夠保重了 彭露菲 就是說她又是拿九分 九分 第一格都九分 真的不知道以為是讓賽 大家都在這一格 但是彭露菲應該都比較緊張 因為她應該不是經常都有上ADF 是 彭露菲其實在大型運動會都拿過獎牌 不過沒有拿過個人賽的獎牌 三人賽和對際賽 是 彭露菲先打第二格 現在暫時完成了第一格 同樣都是拿九分 厚了一點 又是九支 但兩球球都打得不錯 覺得她很好 但會不會放鬆一點 始終她是對著印尼一傘 開始有一點緊張 三師傅 兩個可以說是同期 看歲數和大家之前拿獎牌的年份 是的 其實挺接近 但在排名上 比亞文欣超前得很厲害 可以補到拿十九分 這一格 看看阿文欣如何 第一格 球就滑了 不夠入 有問題是她會如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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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夠 而且她的球好像挺慢 看看她會不會作出一個換球 或者把線再迫斜一點 因為阿文欣都很擅長 這樣可以打到很斜 可以打到很斜 先打到保重 因為即使你能保重 都暫時落後兩分 大部份 不夠冷 可否再加一張 那波再起一轉就沒有了 暫時 阿文欣26分 彭勒飛28分 打完這兩格 沒有換球的意圖 估計他應該會再往右邊一點 不是 換球 可能初頭都沒有想 可能忘記了 忽然間深血來潮 拿起的時候 可能我要換球 即是換另一個球 也有一點反映到心理的狀態 其實球員 立即調教成功了 明顯球的能力較大 反應來得早 球開始早一點就要轉彎 可以去到胸部 這些是很正常的 簡單的換球方法 一定是這樣做的 在第三格打到全中 立即拿到30分落袋 現在亞文欣 壓力會落到彭努飛 彭努飛反而可以的 其實他能打兩球球 這球守了甚麼 他也全中 兩球都沒有很偏離 那個Pocket 所以 都不用很刻意去換球 那些東西 不過這球 你看他的手怪一點 分數 分數仍然都是給彭努飛 領先兩分 主要在第二格的時候 那個的19分 當時亞文欣就拿17分 是 彭努飛的第四格 我看見 印尼球員的時間 都做得很好 例如四步的基盤 第一步的手腳同步 都做得很好 反而我們香港 不是國家隊 就是球員 他們做這件事 不知為何好像很難 我們都遇過很多球員 其實只是需要第一步的手腳同步 但他們好像做不到 沒有這樣 手腳不太協調 對 不太協調 他們永遠都是腳先走 跟著手先推 不過這個我猜 會不會有一點點 講天生的人的節奏感 應該會有一點點 成功保重 彭努飛 第四格拿19分 暫時他有77分 打完四格 阿文欣打第四格 阿文欣打第四格 如果這格球 他這格球都適合用 這樣就危險了 阿文欣勝算很高 為何他坐得這麼低 這個球員很大失誤 是 所以打了六支 起伏很大 對 沒甚麼狀態 沒甚麼精神 沒甚麼精神 沒甚麼鬥心 隨便 以前見到的佩提 真的不會是這樣 希望可以打回保重 不至於輸太遠的分數 補到的 拿16分 第四格 72分 暫時阿文欣 就是落後5分 新比彭努飛 第五格 緊接著上海公開賽 接著就到印尼公開賽 沒錯 還挺近的 今天13號 印尼在瓦加達站的比賽 日24號就舉行了 對 阿加達舉辦的牆 都很漂亮 都比較大的牆 終於在第五格 又再次有傳中 阿文欣 剛才在雙數拿 阿文欣是自己失誤的 其實還未測試 是否適合他 這球明顯沒有 明顯沒有蹲得那麼低 你見到他嗎 暫時阿文欣有兩個傳中 彭努飛暫時打過一次傳中 在第三格 只有六支 在三個角度 那球 又距離 雙手又沒有轉到 都是緊張的 都像沒有太協調 很除暴 是的 是否要打保重是打之一號平的左手邊 打半支平 希望之一號平可以拆到之十號平 不到這個位置 結果是九支 即是說這一格令到他會失很多分 只是拿了九分 現在被雅文欣反超成立很多次了 沒錯雅文欣102 彭魯菲86 十六分的距離 兩球都是這樣 這次還要是五支 也是打到那個位置 這個也是像上一格的經驗一樣 有機會補不完 其實它也是打之一號平的左手邊 但是還要比起剛才那球 難度很高 因為它要顧上那支七號 補得也慘了 十五分就行了 沒錯 補不到就更慘了 是的補不到 這局應該都是雅文欣贏的 第六格拿七分 彭魯菲 分數現在九十三 雅文欣分數已經是102了 打完了五格 除非雅文欣接下來有大失誤 但是看上去的細就不像了 應該也不會了 她的失誤好像頭半局已經做了幾球出來 九支 九支 今天看到彭魯菲好像 始終可能她真的沒有一個個人獎 是 信心也不夠 甚至乎可能技術上 根本也是不及雅文欣 是的 不夠 明明開波都挺好的 沒錯 突然間沒有了 在上一圈對著香港的張玉雄 彭魯菲當時拿244分 是的 主要可能對自己國家 心理上已經是影響了 是的 雅文欣要補一支 看看補不補到 補到就拿19分 補不到也在第六格 是的 他們的印尼球員 每天練成兩三個小時 所以這些 保重 對於雅文欣這些級數 真的 100支中了99 剩下一個支 可能是隨便 分數帶得很開 雅文欣121 彭魯菲93分 第七格 他換了這個球 兩球在這邊拿都傳中 正常之下都沒有問題 看看是否留下10 121 這次他又坐下了一點 很明顯看到他 打完球 整個人扯起來了 九支 不過真的只要不帶七五 其實也帶開了分數 很難追 對,彭魯菲 很難追 你九支是比隔壁傳中 你都是追11分 一格球 一格球 追到11分 最多 假設雅文欣是九支是比 你又不停地傳中 你只剩下幾格球 你追幾十分 不是那麼容易 加上彭魯菲的勢 也看不到他 是可以上來的 是的 他唯一 那球傳中 那個出手都好像不對 就傳中 那個有點腹 是的 剛剛補到 好,雅文欣 拿十九分 暫時一四零 雅文欣 彭魯菲 暫時的分數 九十三 看他打得如何 不要再… 球不要再… 大力推出去 這球又失敗了 八支 他完全沒有嘗試過 轉過一條線 又沒有換過一個球 都是用回同一個球 打回同一樣的東西 只是希望那個位置可以遷就到 但是… 這麼細微的位置都挺難遷就的 有時候呢 其實明知那個球適合用 但是當你用那個球 你幾球都打不到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都會… 換一換 換一換那個球 起碼加一格 讓自己… 有幾手準備 是的,清晰一點 如果你繼續這樣打下去 也是不行的 沒錯,真的補不到 只要拿九分而已 這一格 分數已經帶得很開 雅文欣 1-4-0 彭露菲1-0-2 打完了七格球 剩下三格 彭露菲先打第八格 三十八分 雅文欣只要每一球都是九支士啤 就贏了 不需要博全中 這球好一點 還有… 七支還要分屏 都沒有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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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了 都隨便完成了這局就算了 沒錯 你頂了 你頂了 大家好 那你不想做 我問她 你是不是很想做 我現在可以做 一堆 雅文欣 晉級的了 都要看雅文欣 接下來你這格拿多少分 但他完成了這一局 但應該追不到 差太遠了 七支 分數大得這麼虛, 雅文欣 對, 因為剛才 魯菲又再失誤 其實雅文欣這球再失誤也沒問題 但格數就越來越少了 保總打支四號平的左手邊薄炒 可以用四號平帶支九號 不是太難 這個位置不行了 九分 一四九對一一一 打完八格之後 剩下兩格 那這個單數拿就更加不怕了 雅文欣 一路都很好就能保持 九師 是 那這位決賽應該都會是雅文欣對… 我們中國的楊尼艷吧 是 雅文欣似乎那個牌面是比較高的 但見到雅文欣今天那個精神狀態 又好像有點害怕 沒錯 整個狀態甚至乎身形和他當打的時候 都相差很容易 是 十九分 十九分 暫時168 雅文欣打完九格 其實雅文欣在晉級的時候 曾經對香港的… 吳子彥 沒錯 當時也挺高分 是啊 220對167 不知道是不是他這一場 一對自己國家 好像放鬆了 可能一會兒又看到他醒神 如果暫時在那個 春梅賽的牌面上面 吳子彥就現在排在16位 反而呢 雅文欣排在39 是呀 其實雅文欣其實近兩年都沒有見過 靜了 是呀 靜了下來 整天都是只能進入決賽 決賽之後就不是打得很好 是 看看彭路非能否補到 這個時候應該補到的了 沒有壓力了 沒有壓力了 輸了 沒錯 補到就拿19分 這一格 130分 暫時打完九格 彭路非的分數 至於 雅文欣就是168 已經戴開了38分 最後一格 白球 這場比賽就不算精彩了 沒錯 我們希望接下來的男子賽會更精彩 始終自己人對自己人真的會沒有那麼激烈 是啊 心理上大家太知道對方對友的底韻了 不過今屆他們上海其實中國已經很多年沒有搞過公開賽 今屆他們參賽人數不多 特別是女子球員 是 很少 現在推行新的計分制 未來的日子就希望賽事多一點 但是暫時這個計分制都只是放在這個巡迴賽 即是常規賽道都未改 因為有些聲音都反對 通常都是這樣的 當然有人贊成 當然是橫行 而且始終舊的計分用了那麼久 用得那麼多 對於球員來說是要有些時間的適應 最後這一格也成功保重彭路非得19分 最終是149分完成了這場準決賽 彭路非要看雅文欣最終得多少分 是 希望他打回全眾 快點完成這場賽事 但是他的態度仍然很認真 其實看到兩個球員 因為勝負其實也出來了 已經安靜了 他一定要克服這條球道 一直沒有打得好過 他待會還要打 待會也會有不同的變化 因為打完這兩場女子的四強 待會也會有打男子的四強 是 跟著他應該final之前會再落柚 其實打完這場之後 都會再落柚 落完才打兩場男子四強 跟著再落柚才打決賽 是的 那又是看不到 不知道那裡發生了甚麼事 不要緊 不要緊 九支 是否輕鬆取勝?雅文欣可以說 沒錯,分數有177,雅文欣 彭路非149 就是說去到決賽會是中國的 楊麗艷對印尼的雅文欣 這個時間我們先休息一下